大家好,歡迎收看草莉海湯 是我們的節目支持人,Lovia 我是Mandy 今集我們來到屯寶 屯門最出名當然是黃金海浪 我們今天就來到黃金海灘 黃金海灘是區裡最大的海灘 而牆長有百多米 總面積有七萬多平方米 Govia,你是屯門 你知不知道多點事可以告訴觀眾 我當然知道 這個黃金海灘是1994年 由順目一至六千多萬興建成的 它用了七萬四千八方米的沙鋪設計 亦在1995年才會開放給市民使用 而黃金海灘也是全港首的 也是唯一一個完全人工的一個泳灘 每年都吸引了很多 還要辜負來拍婚紗照 Andy,很快到你來這裡拍的了 我相信你會比我更快 你更受歡迎 是,那也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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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ments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年年中 荷蘭議會就通過了一個法律 除了是書解堵收 維護網絡安全 和阻止一些垃圾郵件之外 網絡的供應商一律都禁止去非法 去減低一些網絡的頻寬和連線的速度 這個就是網絡中立的精神 網絡中立精神就是要求一些網絡服務的供應商 他們要平等地對待所有的網上資訊和數據 包括email 文字 甚至一些視頻等等 這樣就可以防止網絡務的供應商 他們去歧視一些技術產品制造商 開發商以至最終用 這個立法就是繼自你之後 荷蘭是第二個國家將網絡中立法的 其實以往也有很多具爭議的例子 例如德國的流動網絡供應商Tmoba 之前就為了可以防止商業的競爭 所以就禁止了Skype 他的網上通訊的一個服務 通話服務 當然這個立法都大大地受到 一些網絡供應商的反對 因為這個舉動會令到他們 會大大地增加了建設的成本 這個就真的無好否認 不過一旦網絡中立立法 一定是對社會有很大的利益 除了消費者有受益之外 一些大型的服務 網上服務商 例如Yahoo、Google、Microsoft和Apple 他們都公開地贊成網絡中立 網絡中立立法了 就會對IT界都有很大的影響 一定可以鼓勵到IT界去創新 以及鼓勵他們嘗試的競爭 不知道他對香港有什麼意義呢? Mandy 其實香港比其他國家 已經有更加悠久的網上分享傳統 像現在的3G網絡 基本的頻寬應該上載速度 有5.2Mbps的每秒的限上載速度 另外下載速度應該有7.2Mbps的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香港 沒有網絡中立立法 所以我們還未真正可以享受到3G帶來的方便 那香港這麼有創意 又這麼有先進的科技 我相信網絡中立立法 一定可以為香港帶來更多創意的科技 各位觀眾你知不知道 最近有一間很出名的公司 在業績長期積約之下 所以很多的企業都想收購它 而其中一間就是中國的電貿集團 阿里巴巴 而這一間這麼出名的公司 它的業界競爭對手之一 微軟在2008年曾經設資475美元 去收購這間很出名的公司 但是當時的賭市局堅決拒絕了 而這個收購計劃也都隨之去告吹了 各位觀眾相信大家都猜到 這間公司是哪間公司 沒錯就是Yahoo 就是Yahoo 除此之外 他們的管理層都出現大地震 繼之前的執行獎被人割職之下 現在的現任主席Roy Bostock 亦都被一眾股東要求贏任 而阿虎的業務也都持續下滑 它的核心業務 例如搜尋功能 近年亦都被Google拋離 另外其他業務 例如一些新聞 網上平台等等 這些都為阿虎帶不到明顯的起食 嗯 對呀 雖然阿里巴巴好想收購Yahoo 但本身Yahoo 就已經擁有了阿里巴巴 超過40%的股權 同時 美國都不想當地的互聯網公司 去給內地收購 所以這個反收購的可能性 機會應該不大了 也都在近日 阿虎的業務大會入面 創辦人之一 楊志遠先生也都表示 他們沒有意思要對外出售阿虎 我相信這幫董事稿成員 他們一定是有對策 去繼續圓回當日的色彩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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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吧 很漂亮 很滑 有飛機 你記得上幾集我告訴你 團購網有很多好處 我記得 你之前介紹過Yahoo團購網的平台 你知不知道你介紹完之後 我差不多每天都會 上去團購網看看有什麼便宜的東西買 但是現在看情況有變 原來早前在這個月中 這個往返香港和澳門的巨龍船路 他們突然宣佈建業 這間巨龍船路 他們經常跟團購網有合作的機會 有一晚突然宣佈建業 當時香港有幾間出名的團購網 都因為這件事招致損失 嗯 我知道啊 我之前也有看過這個團購的新聞 然後你想想 有百多元的 又有來會澳門的船票 真的很划算 其實我之前也有想過買的 很厲害 不過那些條款呢 兌換的條款太麻煩了 又不知道為什麼要預約 又要電郵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證明了我就沒有辦法 真是幸運 是啊 你知不知道今次呢 因為這樣很多人呢 買了一些QPON 都不回來了 嗯 所以你知不知道 攝陷的金額 有900萬這麼高 嗯 我也搜集到資料回來 你想想知道 知道 你說吧 就是這樣的 原來 現在香港人對這個團購行業 整體的疫情已經冷靜了 某出名的團購網站呢 它按年的次季收入呢 它已經剩下36% 那比今年年初那個增長呢 有63%明顯有貨幣的跡象 那呢 可以看到呢 原來大家的團購行業已經冷靜了 是啊 有時其實呢 開到E-mail呢 都會收到很多團購的E-mail 一開始都覺得挺有趣的 但現在團購的那些 貨品那些呢 好像很多時候會貨不對版 還有很多呢 集得了不同的團購的資訊 太多了 所以呢 我現在都覺得很麻煩 現在的熱詞 我想真的減退了很多 不過呢 又有消息指出呢 原來在內地的團購網站 一個拉手網呢 他們有意思在明年 與美國去集資上市 那看來呢 這個拉手網 隨時是成為 全球第一間 可以上市的團購網站 拉手網沒有聽過的 一會兒帶來看看有什麼便宜 好啊 謝謝 差不多了 時間都很餓 阿騰說請我們吃東西的 是啊 黃金海岸抱飛 是啊 好啦 我們快點跟觀眾說聲 拜拜 好啦 今集邦丁粉紅色的時間又到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吃抱飛 阿騰 我走啊 哇 我走啊 我走啊 他走啊 我走啊 不要炸啊 我們吃完 很多錢 阿騰 是今年年中 小 阿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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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小啊 很小啊 我想短短的資訊是否很厲害 我沒有紙巾 我們沒有紙巾 我有啊 Tamra 其實過往都有很多 不少引起法律爭議的例子 例如 Solid 好 其實過往都出現過 不少引起法律爭議 自然的 哎呀 你接住了